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在结束对华访问前在北京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 中共向美国保证不会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战场的致命性援助 而美国政府目前也未看到任何与之矛盾的事实 布林肯还表示美国担心的是中国私营公司可能向俄罗斯提供援助 不料话音未落 据纽约时报23日最新报道 一家中共国企去年至少两次通过中俄货运火车 向俄罗斯一家兵工厂运送了几万公斤的俗称无烟粉的火药 使用这些火药至少可以生产8000万发子弹 纽约时报23日的报道援引监督全球进出口贸易活动的进口精灵公司的数据报道 出口火药的中国公司是国营的大型企业保利科技有限公司 而接收火药的俄罗斯公司则是俄罗斯中部的巴尔脑尔弹药厂 该厂长期向俄罗斯联邦政府供应弹药 报道披露运送火药的火车是从外贝加尔边疆区的 后贝加尔斯克口岸入境进入俄罗斯的 报道指出 这些此前并未报道过的向俄罗斯火药出口 对北京在俄乌冲突中所谓保持中立的立场 提出了最新的疑问 专家指出 保利公司自从俄罗斯住清乌克兰以来 向俄罗斯的巴尔脑尔弹药厂出口价值将近200万美元的火药 已经构成致命性援助 根据海关记录 保利科技出口火药的目的 是让其用于制造俄罗斯AK-47核狙击步枪的子弹 进口精灵公司研究部主任卑联乔治表示 保利科技公司也许在什么构成 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援助问题上走钢丝 但是这些火药出口的含义是非常清楚的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加布耶夫直言 这是致命性的支持 问题是影响和规模到底有多大 加布耶夫指出 自从美国政府在俄乌战争之初 详细规定什么构成对西方制裁的违反之后 中共整体上避免采取明显强势 跨越美方设立红线的行动 但是我们的确看到 有些合同和交易仍在进行当中 有位时报说 目前没有保利科技公司向巴尔脑尔弹药厂 运送火药与乌克兰战场直接有联系的证据 但中俄问题专家布莱恩·卡尔森直言 这些就是军用弹夹 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是由中共政府拥有的 保利集团的一个下属公司 华尔街日报此前曾报道 保利科技有限公司也曾向俄罗斯运送了 导航设备和直升机领部件 据日本经济新闻6月23日报道 日本跨国电气制造商松下控股公司 决定在2024年前将日本境内销售的 中高级家用空调生产线 从中国广州迁回日本 根据22日的一份公司公告 松下公司将斥资总计100亿日元 在其本地工厂建设新生产线 作为从中国迁回生产线的第一步 松下先把高端空调 室外压缩机的制造 从广州迁回日本 从2024财年开始 公司再把中端型号产品的生产 迁回日本 这也意味着在2024财年 松下空调的产能约四成 回到了日本本土 报道指出 松下将在当地草金工厂 安装自动化装备设备 使其产能大约增加两倍 公司预计跟广州工厂相比 生产到交货的时间将缩短至四分之一 松下称 通货重组 该公司可以更快地交付产品 避免未来因类似新冠疫情 而发生供应链中断 松下负责空调研发与生产的总裁 道普郑志表示 为了能在接近市场的地方提供产品 决定回到日本国内生产 当然也是有意识到 美中贸易摩擦地缘政治上的风险 据之前人士透露 荷兰政府计划最快在下周发布 新的出口管制措施 扩大半导体设备大厂 艾斯莫尔产品运往中国的限制 彭博社报道 荷兰政府承诺在夏季前公布这些措施 预计不会点名中国或艾斯莫尔 但是新管制就是限制这家公司 除了已经被禁止向中国出售的 最先进极紫外光刻设备 另外三种先进的 深紫外光型号的设备 也将禁止出口中国 之前人士表示 立法者制定了出口管制法规 作为可供其他欧盟成员国使用的蓝图 并计划最快在6月30日或7月第一周公布 针对报道 荷兰政府发言人拒绝回应 美国拜登政府近期一直在向荷兰等国家施压 要求盟友协助阻止中共进一步发展 本土芯片产业 推动AI和量子运算等技术的进步 或加强中共军事能力 美国自身已推出广泛的出口管制 限制向中企出售一些先进半导体和芯片制造技术 今年1月 荷兰和日本同意加入美国的行动 这三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设备来源国 掌握制造最先进芯片所需的专业技术 中共当局打压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人权自由和民主 长期以来一直遭到西方国家严厉批评 美国总统拜登最近更将习近平比作独裁者 不过中共驻美大使谢丰近日在出席一场活动时 竟大眼不惨地说 中共民主是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此言一出遭到网友痛批 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最无耻的谎言 美洲国家组织第53届年会6月21日至23日 在华盛顿举行 30多国外长和副外长与会 中共驻美大使谢丰与会并发表演说 谢丰在演说中宣称 中共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谢丰的这番演说被认为是 北京反击拜登对习近平独裁者的评论 也是谢丰上任后对习近平最新的表忠 针对谢丰的言谈 网友纷纷留言痛批 谢大使称鞋子合不合脚 只有自己穿着才知道 这里的鞋子当然是类比民主 问题是我党奴役之下的屁民没有鞋子 谢大使说你穿鞋子了吗 还有网友批评谢丰随意篡改概念 将中共式社会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 将中共式民主等同于专制独裁 并嘲讽道 没错 中共民主是最管用的民主 奴隶社会的民主是更管用的民主 谁不听话就让它闭嘴或消失 世界民主排名朝鲜第一 中国第二 真金白银 刚刚的 继联邦众议院军委会后 美国会参议院军委会23日通过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法案拟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性训练咨询及能力建构计划 并呼吁美台扩大网络安全合作 中央社报道 历经三天闭门审议 参议院军委会23日上午 以24票赞成 一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 通过参院版国防授权法案 根据公布的执行摘要 美国面对的国安挑战日益增加 其中最急迫的是首要竞争对手中共 北京是唯一有意图 且有能力对美国安全与经济利益构成持续性挑战的国家 摘要列出三大项23小项反案重点 其中包括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性训练 咨询及制度性能力建构计划 同时要求美方与台湾适当官员往来 以扩大双方在军事网络安全活动的合作 在此之前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委会 22日以58比1票的票数 通过众院版国防授权法 众院军委会目前尚未公布通过版内容 但根据委员会主席罗杰斯稍早公布的草案 在台湾部分 美国会呼吁美台进行实地训练与军事演习 促进双边国防官员交流 全美房地产商协会22日公布 5月全美房屋售价中间值下跌3.1% 创2011年12月以来的最大跨年跌幅 城屋销售却仅较4月微幅增加0.2% 代售屋存量极近历史新低 导致人们卖房国租不前 据报道 经济节因素调整后与4月相较 5月全美乘屋销售增至430万单位 实际销售量略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 但已经连续10个月跨年衰退至少20% 美国西部及东北部衰退超过25% 房价方面 全美5月乘屋售价中间值较去年同期下跌至396100元 创2011年12月以来最大跨年跌幅 美媒报道指出 代售屋存量短缺在许多地区引发买主之间竞购 可负担得起的房子竞争最激烈 5月交易的房子中有三分之一 卖价高于挂牌价格 同时在房贷成本高及可负担房子竞购激烈下 许多首次购房者望之却步 此外 房贷利率居高不下也阻退人们买房 也让原本锁定低利率的屋主吸售 导致代售屋存量低 业内专家指出 今年全美房地产市场依然充满挑战 预计房屋销售约420万单位 较去年减少16% 创2012年以来新低 预计房价将下跌0.6% 房贷利率年底将降至将近6% 波音公司最大的零部件供应商 美国士碧瑞航空系统公司 在工人投票决定罢工后 6月22日已经停止 在堪萨斯州威奇多市工厂的生产 工会方面表示 罢工定于23日晚上12点以后开始 据报道 士碧瑞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 鉴于由国际机械师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代表的 士碧瑞航空系统公司员工做出的罢工决定 士碧瑞将在合同到期前暂停工厂生产 21日晚上 国际机械师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的 大约6000名成员 在堪萨斯州威奇多市进行投票 拒绝了波音公司最大机身供应商 士碧瑞的最后最好和最终报价 机械师工会表示79%的工人投票拒绝该合同 85%的工人投票支持罢工 该工会的一份声明中说 机械师工会会员们即使在疫情这样的动荡时期 也没有停止工作 但我们的大多数成员已经得出结论 该公司的提议是不可接受的 工会方面称 他们已开始计划接下来的措施 以使该公司回到谈判桌上 士碧瑞是航空业巨头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 最重要的零部件供应商之一 在美国的6个工厂中共有12735名工人 其中11000人在悲奇托 波音公司已表示 它将继续监控局势 并支持其主要供应商 士碧瑞 全球最知名的两名科技艺万富豪马斯克和扎克尔伯格 同意一决高下进行铁龙格斗大赛 双方隔空轿站在网路上引发轰动 马斯克老妈随后也加入战局 自称会取消这场比赛 据媒体报道 两大科技天王嚷嚷着可能开打铁龙赛 源于国际区块链顾问公司创办人 及执行长诺法的一则推文 Meta将推出推特的对手名为Dedis 脸书母公司据报正在开发一种 以文字为主的独立社群应用软体 未来可能会成为推特的劲敌 马斯克随后回应 我相信地球别无选择 等不及完全处于扎克尔伯格的控制下 另一名网友开玩笑的说 最好小心点 我听说小扎现在有炼柔术 结果马斯克轻回 如果他愿意 我准备在铁龙赛会会他 随后两大科技天王隔空轿站在网络疯传 引发社交媒体 激变谁将胜出 马斯克老妈随后也加入战局 他在推特发文写道 事实上我取消了比赛 我还没告诉他们 但我会继续说 比赛取消了 以防万一 股神巴菲特6月22日宣布 捐出价值46.4亿美元的 波克夏海瑟维股票 给5个慈善机构 这是历年来金额最高的年度捐款 自2006年至今 巴菲特累计总捐款金额 已高达510亿美元 据彭博报道 巴菲特此次的慈善捐款 由1370万股 波克夏壁股组成 其中的1045万股 捐赠给 比尔吉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该基金会累积 历年来已收到价值 逾390亿美元的 波克夏股票 巴菲特表示 这5个慈善机构 已经收到了波克夏壁股 收到时的价值 约500亿美元 已经大大超越 它在2006年的 全部净资产 好了 以上是本期 《万卫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